但其实这个去角质根本不需要当冤大头去买高价的产品 在家就可以自己做 比方说家里有的生麦片 砂糖 咖啡渣都很好用 在这个唇部的部分 用砂糖跟蜂蜜混合之后 抹在嘴唇上 这是最天然的唇部去角质霜 而且就算不小心吃下去也没有关系 在家去角质不用准备瓶瓶罐罐 只要用现有的咖啡渣砂糖燕麦就OK 想要拥有端一端的嘴唇 可以试试砂糖加蜂蜜 两种食材1比1混合后均匀涂在双唇上 靠着砂糖的颗粒磨掉嘴唇的角质 敷完后会有滋润感 而且就算不小心吃下去也没关系 颗粒不是那么粗的话 其实可以拿来摩擦皮肤 确实是可以去角质 像红砂糖或者是燕麦这些东西 它或多或少都有它一定的效果 泡咖啡剩下的咖啡渣也有去角质的效果 因为咖啡豆本身就含有油脂 不用的咖啡渣加上少许的盐巴跟橄榄油 涂抹在手脚粗粗的部位就能去角质 而富含纤维的深夜脉切碎后加入金油或橄榄油来回搓揉 也是磨砂去角质的法宝 但专家说尽管使用天然食材 还是要注意每个人的肌肤情况 每个人的皮肤状况不一样 就是任何的天然物质 其实它都还是会慢慢的有腐败的一个问题 而且我们没有加上防腐剂 所以在使用上建议就是使用之后 就是尽快把它用掉 省钱美容术轻松去角质 专家说DIY的配方食材天然不耐久放 比较容易有变质的问题 尽管使用方便 皮肤比较敏感的人 还是要询问医师后再做使用 记得王晴雯佩如 高学报道